妈的,这么多天和奇葩邻居老太太斗志斗勇真是太爽了 看得出来,老太太对我是极度欣赏 一天不找我那是浑身难受啊 自从上次老太太带着她的儿子还媳妇和我鸟语吵了一架 看吵不过我,老太太也学聪明了 这回邀请了哥他的姐妹来这批小柱 也不知道是不是亲姐妹 反正长得是一模一样的 一副千他几百万的样子 老太太有了她的姐妹这战斗力呼呼的直标 自从辣娃姐开始 我他妈的和老太太两姐妹一直战斗 整整七中醉 第一件事,老太太的姐妹拿的第一天 老太太就带了他姐妹两个人一大早端着一碗粥 端个小板灯,就好像两个门绳坐在我的门前 嗶嗶赖赖了就在我门口一顿胡说 说我在外面卖 他那个姐妹刚开始啊不知道卖是什么意思 问了二来说我卖什么的 老太太那嘴巴来尽了,受控腹底 还能卖什么,卖笑啊 你也不想想钱怎么来得这么轻松 小小年纪买得起这里的房子吗 这老太太故意说的那么小 除了说给他的姐妹听 最主要是说给我听的 这俩老家伙说的那叫个起劲 小小生直起比赋 哈哈哈哈的 也不怕笑的喘不过气 我直接打开门 直接一盆水泼到了地上 见了他们两个嗷嗷的指着我一顿 你这个小粗神没看见我们俩在这里啊 我很无辜啊 我对着他们说 我很诧异 你们俩怎么在我家门口啊 刚好一头一右 好像那左右复法 这是要给我守门啊 我接着往地上假装看了他 今天的家门口怎么这么脏 我刚好今天洗洗地拖一拖去去会起 谁知道门口有你们俩啊 不好意思啊 我要拖地了 你们浪一浪 太粘了 我也不管他们的存在 拿着拖把就是一顿拖 我也嘴上骂坏 你们这些粘东西都给你们收拾干净 这两位老太太倒是又鼓起 就那么站着 动都不动一下 我他妈还能逛着他们 直接把拖把往脚上拖 这回着急了 哎呀 你的拖把往我们脚上拖什么意思 我没有什么意思啊 我真难拖地啊 我都提醒你们了 烂一烂脚山是绑着石头了吗 这么挪不动 你们俩知道我脱衣意味着什么吗 两位老太太也有意识 还访问我 意味着什么啊 我说意味着我正在拖地 你们该烂一烂了 小孩子都等着到里 你们俩一打把年纪了 一点眼离间都没有啊 快快烂开 要不然我把你们拖到垃圾桶里面了 这两位老太太看着占不到便宜 这才蛮悠悠的下去 我接着说 你们俩慢一点啊 别让这东西绊倒了 第二件事 这周一 老太太和她的好姐妹拿着火盆 坐到楼顶阳台晒太阳烤火 蓝的阳光明美 晒着太阳 多么美好的一天 按理说晒太阳 你晒你的 我晒我的 互不打扰 这两位老太太一扛我来晒太阳 看我的眼神就不对 一直往我这边看 嘴巴里面嘀嘀咕咕的 我也懒得搭理他们 直接背着他们晒太阳 眼不见也心不烦 这老太太上次在我门口吃了亏 估计在她姐妹面前没有面子 心里记着呢 老太太又开始嚼舌 这老太太也不顾及 我在不在 直接和她的姐妹说 别的小年轻都是正儿八姐上班 你看看这个人 无所事事 是不是被人养着的哦 她这个老姐妹嘴巴也是狠毒的 就是就是 这个年轻人绝对是别人养着的 还好意思在这里晒太阳 正不含哨 脸皮正厚 小小年纪就干这种事情 以后还了得啊 迟早要去捞饭的哦 她爸妈知道了该有多寒心啊 真替她妈感到害羞 要是我是她妈 否非得打断她的腿 让她改些归正 要不说谁能和这老太太 整位好姐妹呢 都是同道中人嘛 这个嘴巴可真是狠毒啊 还好这两位不会上网 要是会上网 妥妥的网络喷子啊 反正我也是闲着务实 我正晒得太阳 正好没事情干的 听到这两位老姐妹这么一说 我直接拿着板嫩走到他们面前 我主要怕他们听不清楚 板嫩一犯直接开讲 你们两位羡慕啊 羡慕我宁静又 世界狭收大好时光啊 怎么这么不见得别人好啊 你们两位嘴巴是不是 不损人就不会说话了吗 我靠我自己养活自己 你们是不是又嫉妒我了吗 啥也不知道 就在这里胡说报道一通 我在这里晒太阳 爱到你们什么事情 太阳是你家呢 还有你这位老太太 我对着老太太的姐妹说 我是吐了你家之串 还是讨厌你们家的凤坑啊 你可真好心哦 张嘴就让我去吃牢饭啊 要我说啊 你们两姐妹是饭不好时 还是菜嚼不动了 老了老了 进来这里嚼舌根 一天不嚼 是不是要张苦将贵牙了 还说我不害烧脸皮后 你们俩用你们老了干巴的手 来劳我一下 看我害不害烧 脸不黑我厚 你们不是提我爸妈害烧吗 你害烧一个给我看看 我都要看看 你们是怎么替别人害烧的 教教我啊 还有我这腿就放在这里 有没有棒子 我刚才听到有人说 要打断我的腿啊 棒子是要铁的 还是木头的 我刚好想换辆车 你们谁动手 瞧瞧你们俩 背后嚼舌根起劲 现在一句话不说 一个皮都不放 你们自己瞧瞧 这么好的太阳 这么好的天气 你们就老老实实 带着晒着太阳得了 别他妈在这里乱嚼舌根 吸收吸收阳光不补盖 不是挺好的吗 有句话没天说过吗 4月今号风过灵烧 我们当下正好 好好晒太阳吧 你们俩 他妈俩我好累啊 在这里给大家新拜个早年 后面还有下期更新